准备两张干豆腐平铺,再从底部卷起来,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然后我们再找一根棉线,从干豆腐的一头给它绑好 再反过来绑一下,这样就不会容易散开,特别结实 最后用两根线头系起来 这是提前准备好的调料,有花椒,小茴香,香叶,各10克 准备点大葱和姜切成丝 锅里来点食用油,把所有的调料放进去炒出香味 再来点脾鲜豆腐酱,炒出红油 加入大约1000毫升的清水,少量的生抽,老抽,最后来点食用盐 卷好的干豆腐下入锅里 上面浇点汤汁,这样入味均匀一些 盖上锅盖大火煮开 开锅后来点米醋,再焖上10分钟就可以了 哇,好香啊! 看这个颜色已经非常入味了 开始出锅了,非常简单 把上面的绳子用剪刀剪下来,切成圈 一 엄 盡 것은更噢 准备入锅盖 每蛤 一分钟 打 culpa